老板来个杂粮煎饼 好嘞 要一个蛋的两个蛋的 一个蛋多少钱 一个蛋四块 两个蛋五块 那来两个蛋的 两个蛋是吧 一般这都来两蛋 两蛋只要五块 这真便宜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不好吃还免费 这个没用 不要紧 鸡蛋会给你补上的 小伙子放心就好 原来鸡蛋是这个多用 一个蛋 两个蛋 我们这边是加一个蛋 一块钱 可以可以 这比别的地方都便宜 这个东西常本也不高 就是现在薄力多销 有的赚就行 老板够时代 那必须的 你看 就是干了六七年了 吃过都说好 老板你这抹得很均匀 必须的 露这一点能给我省点钱吗 本身卖的就不贵 待会儿葱花给你多加点 你觉得怎么样 那可以 老板你这一天能卖多少个 现在生意一般 一天就七八十个 好的时候就 以前生意 那个人多的时候 都能一天都能卖 这个两百多个 好 反过来 再比你反面再接一点 老板画这个饼画挺大呀 对 这是练过的 好 加上一点这个榨菜 都吃吗 都吃 香菜 吃吃 老葱花也吃是吧 看你面相就能吃了 那必须的 最近方便 是吧 哎呀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不好吃还免费 再来上一个脆饼 老板你做的好仔细啊 一般都这样了 那谁不是这么做吗 他做鞋饼的都这样 这是标准流畅 有的做的还是比较粗糙的嘛 标准化手法 标准化操作 那对 就这样一个 好吃不贵 老板你这衣服是定制的吗 跟这鸡蛋一个颜色 我们这是同卡 好 中间还得给再加点酱 这个抹酱的话也有讲究吗 对 好 就这一个 好嘞 一般吃过都说好 好嘞 好嘞 谢谢老板